就在后面 做了一套操 结果你们在热情地聊天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杰哥到那个时候 他希望他最爱的宝贝 要得到所有人的爱 所以他一定会选一个 所有人都能一起唱的歌 所有的爱都给他 我们的要求是 必须唱一句这个歌 我就现场就可以 好 来 一二三 这就是 爱 我已经觉得我猜对了 很有可能一击击中 那么到底这一首是不是杰哥的选择呢 各位 三 二 一 结束了 结束了 我赢了呀 杰哥 杰哥是这样的 不是的歌画五角星 是的歌画圈 节目效果没想到吧 我刚刚没有听到这一句啊 这么会玩这个 是不是有一种空欢喜一场的感觉 但是我讲的是不是很有道理 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错了 这句话蛮有哲理的 是这样的 反着的啊 只要五角星就不是 画圈的就是 下面到我们的 张延祺 我看好你 我和小丁一开始就有答案 真的是吗 答案是 我是来揍你的 原因是 因为感觉杰哥今天效果非常好 可能又是一个效果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 比如说你现在就是杰哥 现在这些来宾 你现在在女儿的婚礼上要 要报幕要唱这首歌 各位亲朋嘉宾 非常开心 大家能够来参加我女儿的婚礼 我的女儿对于我来说 一直是掌中的宝 一直呵护着她 她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 如果有人敢伤害她 那我就一定是来揍你的 来两句 我 一拳一张一招一失 一身整齐圈不爬 是这么唱的吧 是这么唱的 但是感觉好像 跟婚礼一点也关系都没有 我自己唱出来的感觉 既然都来了 就一起上吧 把我刚好超微量 有可能 朋友们 综艺就是这样出的效果 如果杰哥不选这一首的话 这首歌存在的意义 放在这儿 九宫阁里面的意义是什么 没错 来 我们准备 三 二 一 不对 结婚现场唱 我是来揍你的笑话吗 太突兀了 老秦 我看好你 老秦 你这样 你依然是像刚才那样 对着那个来宾们暴墓 然后说出这首歌好不好 亲爱的来宾 朋友 家人们 我作为新娘的父 感觉有点占便宜 我作为新娘的父亲 我想对我的女儿唱 《最美的太阳》 有点合理 糟了 我怎么办 我不会了 我觉得 在我的世界里 我的女儿就像太阳一样 好 所以我要唱一首歌叫 《最美的太阳》 来吧 给我 直吧 让我为你好想 给我力量 谁能让我变坚强 不怕受伤 右下角 因为有你在身旁 回答错误 回答错误 你竟然猜错了 到底是什么 朋友们 万物不如你 三生三世 明天过后见心 弟弟 我看好你 弟弟 不要把机会留给迪哥 我也选不中 我都懵了现在 你不要考虑任何人的感受 你的想法最重要 你现在就对着来宾们 介绍你 要下面唱的这首歌 然后说出来的时候 你就心里就有感觉了 好不好 对 来吧 尊敬的亲朋好友们大家好 欢迎各位丽玲 我 我 说出来 我女儿的婚礼现场 我有些话想对我的女儿说 对 明天过后 你就去到了别人的家里 哦呦 好心动 不停不停 我们快不停 不停不停不停 你要记住 我一直都在 好 我心跳好快 明天过后对吗 明天过后吗 帮帮他起个调 明天过后 是否两个人足够 太高了 爱的尽头 爱的尽头 闭上了眼睛 记得你的笑容 心灰的从容 将灵魂都掏空 享受一分钟的感动 我心跳好 而且最重要的是 每一个我的好友画面 我刚才都已经想到那一天了 都是可以用了婚礼的歌单里面的歌 但是问题是 杰哥会选哪一首呢 我现在比较纠结的是什么 迪哥我看好 我会唱的都被他们翻完了 真的是 但是我从那个歌名 我觉得三生三世怎么样 会怎么样嘛 就这辈子还不够 要爱三生三世 来来来对着镜头 是谁爱谁 爱谁爱谁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这场婚礼的司仪 那么接下来 尤其是你吗 新郎的父亲 新娘的父亲给大家带来 新郎 新郎 等一下 新郎的父亲 我爸 我都请坐人了 请到那边去了 新娘的父亲 有一首歌要送给他的女儿 有请三生三世 你确定是这首歌吗 我确定 一定对了 你看你这个纠结的样子 来 开嗓吧 这种 这种人 救救我 你开嗓唱 你唱得出来就对 三生三世 三生三世 我要三生有三世 唱错算不算 一定是三生三世 你看杰哥的表情 肯定对了 那这么看来应该是对了 完了 答对了 到底是不是三生三世 如果有一天女儿要出嫁 我们杰哥会把哪一首歌送给他自己的宝贝呢 就是这首吗 三生三世 回答将军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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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要喷我们 好 我喷 isol 我说 我想 你吗 完成 我 因为她不是我 吧 我 来 想 我 最早我很想选 我是来揍你的 但我猜 这边肯定会选那首歌 对 就很high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 确实有一种 不想让他们走的感觉 我本来想说明天过后 因为 就婚礼之后第二天 感觉意义不一样 太平淡了那首歌 不适合我drama的人生 杰哥是真的很认真的思考了 是我很认真的 他一定会认真思考的 所以最后呢 可以在这一轮 我们得到验证机会的就是我们的亮影队了 他们的验证方式呢 是进入到我们 你谈我唱KTV 把我们的动感地带芒果卡 插入到我们的验证台当中 验证成功 就说明是自己的发烧友 双方各积一分 验证失败的话 就给自己的验证对象积了一分 那么他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自己的发烧友呢 请依次来验证吧 验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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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吗 你是什么 你不能跟他问 你不能问他 他验我 他有可能 是不是 先把第一个的放在这 样人姐 感觉他这都是磁带年代的人 看一下张颜奇 插上动感地带芒果卡 这是啥意思 验证失败了 这是啥意思 谁啊 这是 我还给他记了一分 好吧 好吧 哇 哇 迪哥验的谁 验对了是吗 我不说我什么都不说 我因为我快发火了 哇 给某个人白白送了一分 哎呀 是谁呀 不管是谁 肯定是我们对的 也不一定呀 他有可能是他自己对的呀 磁带我觉得 我是小丁吗 呃 亮音姐 四道红光闪光 好 不会直接给我们四个人 一人送了一分吧 反正你们就记得谢谢我就行了 反正就是 一整个就是给你们大加分 再给别人做嫁衣一直都在 他们四个人出来 都是一副嫁完女儿的表情 快发火了 哇 有人高兴有人哭泣 在这儿 在这儿 我问你 那屋里 没有爱 没有爱 你们刚刚都聊啥了 我想知道 好 那泽灵 我们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呢 对决完之后呢 最适合喝一口我们这个 悠酸乳 贵妃荔枝 或者如意杏子 真的好好喝 我要我的酸甜新滋味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321 看这边 我们先有请杨迪和余文文 还有杨和苏和张妍琪 杨迪和余文文是朋友 泼水的 然后杨和苏和张妍琪是玩的 耶 你要保护我 不用保护他 把洞牌丢掉 你求求了保护我保护 我们是泼水的 你泼水就行 不用 保护 来吧 我已经不开玩笑了 好久没破诊了 杨迪 杨迪好恐怖啊 他现在你看他开心的 他现在是恶狼传说了 我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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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谁先进攻啊 你们石头剪刀布赢的先攻 对 先赢到五分的获胜 来吧 石头剪刀布 好 杨迪苏先攻 他先进攻 你说三二一指个地方是吧 三二一看这边 好 三二一这边 吓死我了 三二一这边 三二一这边 等一下 等一下 我这干嘛 干我呢 你只要没指队就攻手交换 一人一把 一人一把 就是别人永远输是吧 一定要被破大才行 你看 你还那么配合呢怎么 我跟他学完整 他规则用的是一直玩到赢为止 到我了 对到攻手交换 现在到张艺琪 三二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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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看这边 看这边 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他在躲水 就反应不过来 没事吧哥 没事没事 把你打断 文文姐拿这一杯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这样的 你为什么要打 你怕 你会破自己 你怕这个 你怕这个反弹是不是 他怕破自己 这个环节无人伤亡 你是安全的 你永远是安全的 你永远是安全的 对只有我们 对对对对 现在杨和苏又知道了 他现在在给 我学习很快 忽然懂了 我学习很快 然后提醒一下两位 我们被波的这个 队友可以用盾牌挡 但是你们不能躲 人不能躲 好 我绝对不躲 来吧 杨和苏进攻 三二一看这边 三二一看这边 破打 看这边 破打 我 杨和苏进 挡得好漂亮 挡得太快了吧 杨和苏的手太快了 好你的装 真的是我哥 叔叔 别夸杨和苏了 你得赢 你连输了两把 嗯 你要赢 来 我跟你说 加油我想拖 我跟你说 秘诀是 你手要给他一个暗示 你刚刚就是三一看这边 他没有感觉你知道吗 我想破战 要命 直到他脸前 来 准备 杨和苏进攻 他进攻了 快点说 你这把说了 三二你看那边 看那边 漂亮 漂亮 哈哈 哈哈 哇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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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好快呀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还不开心 回事吧 撒着 撒着 好来来来 现在杨和苏七下一分 抱歉 是 刚才水水泼到张妍奇 杯子砸到她头上 看那边 醒了 我醒了 好张妍奇醒了 算强度了完了 现在我的位置也肯定要 有杀气了 现在杨和苏被胜利包裹了 现在他能不能乘胜追击呢 现在是张妍奇进攻 来张妍奇 三二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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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一下没有 哈哈哈哈 你去哪了 你头要扭好啊 刚刚有点怪 你头要扭好啊 这次算警告一次 警告一次 有秀发生有水 我们上下左右 这个摆头要明显 对来 三二一看这边 三二一看这边 太猛 不用这么明显 就磕到头了 张妍奇进攻 直接准备破 这一下直接三二一 我说 我说三二一你就破 三一看这边 你这个上亚迪 我把你 你这个上亚迪 你这个上亚迪 你这个上亡迪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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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斯涵老师 能拍到这条弹道吗 直接破到了何老师 太厉害了 这是狙击 这是甩鞠 甩鞠 太激动了 我的 这啥意思 真的是 看到他的嘴脸没有 破回去 你怎么拿水了 我们瞎亮了 行 3比1现在是杨和苏进攻 上一看这边 看这边 小丁怎么样 怎么样 没办法太多水了 挡不住 根本挡不住 输 没事 输 输 他要脱了 上一要脱了 到点了 进入第二阶段 复制状态 复制状态 到点了 杨和苏 到点了是赛点了 因为你现在4分了 你如果不咬住的话 你就输了 真假的 加油 对输赢比较重要 来准备 杨和苏进攻 421看这边 漂亮 看这边 漂亮 漂亮 真的 有了有火 有了有火 有火 有火 好快 我看见文文姐的这杯水 也是往头上去 关键是 文文等到所有的水都泼完了 他顿局起来了 哈哈 我没泼出去 我没泼出去 刚刚那个是几杯 我都不知道 我泼了一两杯 一两杯 我泼了 好 现在杨和苏把握住了珍贵的机会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4 现在是张延祺进攻 我已经摸透他的习惯了 我说 来 准备好了吧 准备好了 三二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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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三二一看这边 你在干嘛 三二一 赢了 可以 打住 好祝贺张延祺 余文文拿下这一分 非常厉害 杨和苏第一次玩也非常漂亮 然后迪哥也发挥非常稳定 接下来我们换下一组 没怎么泼到你 下面要泼水 下面要泼水的是小杰和亮影 要比拼的是弟弟丁程兴和老秦秦潇 请上场 来了 狠狠地泼 没关系 我会再跟你讲一遍 没关系 不重要 不用 因为我不用被泼 好 不会 对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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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拐弯吗 列举一下 接下来各位将欣赏到的是 三二一看这边职业队表演赛 杰哥 杰哥 现在是什么模式吗 肯定是 守卫加进攻模式 就是用这个档 对 是这个档 我不是拿手的 但是我不会打到你了 不 是这样 对不对 先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先攻 石头剪刀布 好 小丁先攻 来小丁 没有彩排吗 没有彩排 这不是演习 这不是演习 挑战开始 来 三二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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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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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干嘛 刚才三秒钟之内 到底发生了多少事情 对不起 杰哥 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杰哥拿盾了 我觉得泼胎也是合理的 等一下 因为 因为他们之间的那个速度 太快了 就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怎么办 对不对 但是你是泼对了 你其实应该深度采访一下张亮颖 请问一下这位张女士 你当时泼我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想法 是因为上我脸上有光吗 是不是 对 是有光的 有水光 她在彩排 我也不知道 刚才玩的不是我 没事 这是很正常的发挥 很正常 下面记住了 往那边 而且是咱只有赢了才能拖 输了不能拖 我刚刚觉得我赢了 你赢了 你怎么赢了 因为他看到杰哥拿起了盾 下意识觉得我们是赢的 是吧 还怪你了 我跟你们说 你先坐 你先不慌 这是这样的 因为这是两位新人小白 对 这是两位已经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学生 对 所以他们的速度已经快到这两位根本反应不过来了 但没关系 咱们就这么玩 就这么玩 现在呢 谁也好不了 好吧 没事 没事 下一把湿的泼我 不要搞我 那这样要不你们俩在这儿了 那也是大个不必 好 现在场上比分一比零 现在秦晓鲜进攻 来 来 三 二 一 看这边 三 二 一 看这边 看这边 他又把盾牌拿走了 杰哥怎么又拿盾 杰哥什么都拿 杰哥两个都拿走 杰哥又把盾牌拿走了 重要的是 那个盾牌 刚刚我拿的时候 我本来想 想要把他拿过来一点 因为刚刚太那边了 刚才开始之前 杰哥说他是攻击和防守模式 没想到是同时进行 我跟你说 刚才老秦内心有一万个 就是内心的情绪 和自己的教养在做斗争 就觉得 帅还是不帅呢 别气别气 场上比分二比零 一次干一个事 来来来 我想来着 没想过的 没想过他 老秦你得赢 老秦你就赢就完了 来 老秦 好 来 准备 继续 继续 开始 二分 二一 看这个 破破破 漂亮 看这个 破破破 漂亮 看这个 破破破 漂亮 对了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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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的好 挡的也好 这位拿队 老秦的一比二 哇 杰哥好开心啊 哥 他都不感谢我 他还在想下一把比赛 谢谢 谢谢哥 谢谢哥 好 来准备 冰城新进攻 二比一 来 三二一看这边 来 三二一看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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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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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给了老秦一巴掌 我发现了 杰哥遇事不决 我不管 先拿盾 他刚是在这挑的 杰哥 虽然小丁没有感谢你 老秦可不可以骂你 他是在挑 把把没盾 把把没盾 我们就半两袖子都透了 真的是 亮姨姐因为没有盾 只能拿手去打老秦的脸 把把都这样去抓 我好去救你了